开学后,设有梅苦硬吃 军训时主动提议说年轻人要多吃苦,不让我们休息 多的高温不让我们开空调,说让我们学会节俭 最终我突发热射并盘恨而终 临终前我听到了他的心声 原来他绑定了梅苦硬吃系统,只要硬吃苦,就能获得一笔巨款 在睁眼,我回到了军训第一天 脑海中突然想出了一个声音,恭喜你绑定梅苦硬想系统 只要硬想一次福,就可以获得十万元 众活一次,你不敢想的福,我来想 教官,我提议我们不休息,我们还年轻,正是该磨练意志的时候 我一个恍惚,就听见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 一抬头,就见我的同班同学坚持有李妙可正举手说道 得毒辣太阳将他秀起的脸蛋晒得红扑扑的 但就这样他依然站着挺拔的军资,露着坚定的目光看向教官 点燃一次军人座态 教官听到这话都愣了一下,随即朝李妙可举了大拇指 肯定的说道,不错,你们就是太教授惯养了 一个个不是晕倒,就是滴血糖,一点意志力都没有 看看人家,这才叫军人 我认可李妙可同学的提议,大家再占30分钟军资 顿时,全班哗然,不少人向李妙可投射出怨恨的目光 恨不得将眼神化作利剑刺穿他 但他好似没有感觉,仍意正严词地说道,才30多而已 想想那些皇位工人,那些矿工,那些农民工,他们比我们苦多了 他们都没有抱怨,我们这才拿到哪呀 要是我们大学生连这点苦都吃不了,将来如何回报社会 如何强国 好好好,看看人家的觉悟,你们都学着点 给我站好了 教官朝李妙可露出赞扬的眼神,一边对着别的学生骂骂咧咧 一边自己跑到太阳底下去 他这一番话,还被巡查的校领导给听见了,都纷纷对他竖起大拇指 连连点头,夸赞这位充满有思想有觉悟的同学 但只有我知道,他根本不是表面上那般伪光正红 上辈子,他诬陷我乱教,传染脏病,并告发学校 我被罚当着万人尸牲的面在列列下跑圈 最终突发热射病,含恨而重 临死前,我听见林妙可的声音,但不是用耳朵听见的 而是用心 太好了,这个小贱人一死,没苦应吃,系统直接多发一百万 我的天哪,这该怎么花呀 原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拉着更多人与他一起吃苦 只要苦吃的越多,奖励就越多 众国一次,我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 就在我准备出生制止之时,我的心中又传来一道声音 宿主若云,恭喜您成功绑定没服应响系统 只要您赶一次福,就能获得十万元奖励 如果别人想收到您的福,每人还可额外奖励一万元 什么 短暂的惊讶后,乃以言喻的狂喜从我心头涌出 没想到我不仅重生了,还能又想福又拿钱 天下还有这种掉线饼的事情 我盯着林妙可露出一个挑衅的笑容 你不敢想的福,就由我来帮你想吧 报告教官,我们已经站了快一个小时了,我们需要休息 我没有犹豫,直接大声喊道 其他同学本来就颇有意义,见我如此勇敢 纷纷朝我发来赞扬的目光 教官似乎被扶了面子,黑着脸朝我骂道 我允许你说话了吗 怎么别人可以站,就你不能站 不准休息,所有人均自三十分钟,你一个小时 与此同时,林妙可也在我一旁一样怪气道 若云,你怎么能这样呢 叔叔阿姨辛辛苦苦送你上大学,只要你来享受的吗 还不快给教官道个歉,让教官只让你站三十分钟就好了 我不着痕迹的翻了个白眼,没有去理会林妙可和教官 而是朝着一旁的校领导问道 领导,天气太热了,我们需要劳一结合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去年咱们学校就有一位同学 在军训时突发热射病了吧 这是去年的新闻,当时轰动了全国 给学校造成了不少的负面新闻 领导一听此话,瞬间脸色大变,赶忙说道 对对对,要以身体安全为主,大家赶紧去休息吧 领导都发话了,教官也不好说什么,赶紧吹烧解散 林妙可脸色闪过一丝愿毒 接着便依然怪气道,哪有这么容易就热射病 你们这些城里的少爷小姐就是体质差 不像我来自农村,从小吃苦长大 哦,既然你身体好,那不如你自己一个人站吧 让我们大家都学习学习你的思想觉悟好不好 我没等林妙可说完,便做出一副崇拜的模样 班里其他同学也纷纷复合 让林妙可的脸上轻一阵白一阵的 自己站就自己站,你们都给我看好吗 林妙可气分了一跺脚,自顾自地站在猎日底下一动不动 乐的钱他可真是拼了 我坐在树荫地下,一边看戏一边焦急地等待钱到赵 但半天都没有反应 我忍不住在心里询问,系统,不是说想服了就会有钱吗 亲亲,是要没服影响哦 超出你的承受能力所想的服才能获得奖励 均训休息是你的权利 好吧,我拿起我拿破烂的手机 看向余额,里面只有不到四百块了 刚才林妙可有一点说错了 那就是我并非成立孩子,是实打实的农村户口 甚至需要申请贫困生补助 只不过因为条件不充足就没申请到 如果这个系统是假的 那这就意味着我半个月的收费可就没了 我心一横,对着班里同学喊道 大家辛苦了,我请大家吃雪糕 我搬回来一项梦农,班里三十个人 这已经将我的余额榨干了 大家一见我这么大方,纷纷朝我喝采道谢 你一根我一根,很快所有雪糕就分完了 我撕开最后一根雪糕叼着来到林妙可的面前 故作惊讶地说道 哎呀抱歉,买少了一根,不过你这么有觉悟 想必也是不会吃雪糕这种危害意志力的垃圾东西吧 林妙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可以清楚地看见他咽了口口水 但仍然嘴硬地说,赶紧拿走,有钱了不起啊 你这种人,做什么都不会成功的 我乐得看他笑话,狠狠地缩了一口雪糕 拔凉,动动我牙都掉了 就在这时,兜里的手机突然接连作响 我拿出一看,手机差点掉在地上 账户变动提醒,银行卡转入十万元 班里一共三十二人,三十个跟着我想符 我一共收到了四十万 四十万,我这辈子只见到过四十万一张的名币 幸福来得好突然,乐得我呲牙咧嘴地笑 浑身都散发着粉红泡泡 笑什么笑,不知道的,还以为中彩票了呢 林妙可又阴阳怪气道 还真被他给说对了 我越过他,朝着全班同学喊道 大家辛苦了,晚上我请大家吃海鲜自助 妙可,你一定不会去的对不对 毕竟这可都是危害我们青少年意志力的脏东西 我真是有钱了 一千零八十八一位的高档海鲜自助我 一下子就买三十一张 同学们都被我的阔绰比吓晕了 纷纷朝我敬酒 感谢大盘请客 同学对我说道 不客气,大家吃得开心就好 我忙摆手道 该感谢各位才是你也才是 我咧着嘴看着手机里越来越多的钱 感觉整个人都要飘起来了 吃饱喝足 心满意足地和其他几位社友回到宿舍 就见林妙可正像一个怨妇似的坐在床上盯着我们 哟,吃得真开心啊 不像我,又是打扫宿舍卫生 又是帮得搬资料 老到现在啥也没吃 还没吃饭 太可怜了吧 我给你打包了点海鲜回来 海鲜 天哪我都没吃过 你这种有钱人从小到大肯定都吃腻了吧 带了什么 我神神秘秘从包里掏出一个袋子 就在林妙可虽然人故作矜持 但眼睛刷一下就放光了 牢牢地盯着我的袋子 当然是帝王蟹壳了 我掏出一个大大的帝王蟹壳 当然里面的肉都被我吃干净了 你什么意思 林妙可大怒,指着我说道 没别的意思 古有曹操望眉止渴 仅有妙可闻蟹纸禅 本来想给你带些什么波士顿会灵顿的 但是想到你是一个这么有思想觉悟 节俭的青少年 带这些东西回来简直是侮辱你啊 所以我思来想去 就给你带了个壳回来 虽然露吃光了 但你还能缩两口 或者在里面放点白米饭啥的拌一拌 也挺有味道的 你 欺人太甚 林妙可怒不可饿地将帝王蟹狠狠地扔在地上 一屁股躺在床上自顾自生的闷气 咋了 不喜欢帝王蟹壳 早知道给你带龙虾壳了 怪可惜的 关键是其他菜服务员也不让带啊 我露出无奈的表情 将帝王蟹壳扔到了垃圾桶里 我已经汗流加倍 这才发现寝室里居然没开空调 另一位社友拿起空调遥控器 刚一打开 就被林妙可一个箭步冲上去夺了过来 你干什么 林妙可大声喊道 我我我 开空调啊 那个社友被吓了一跳 叽叽巴巴地说道 开空调 现在才几度就开空调 吹毁电风扇不行吗 你真是太败家了 父母辛辛苦苦把你们送到大学里来 你难道看不到 他们脸上因为风吹日晒留下的皱纹吗 看不到他们手上干活留下的痕迹吗 这都是他们的血汗钱啊 你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吗 啊 我父母也不这样啊 那位社友又说道 他家里条件不错 一时间理解不了林妙可的话 天哪 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种白眼狼 将父母对你的好当做应得的 我要是你父母都恨不得一头撞死 你怎么好意思的 林妙可这一顿泡雨莲珠 把那位室友给说得一愣一愣的 红着脸半天都接不上一句话来 真是好一顿泡的绑架呀 我惊叹于林妙可的洗脑功能 让我换是小时候学校里开的那种感恩大会演讲人 哎呀 说得真好啊 我都要感动哭了呢 我拍着手 装模作样的抹了两把眼泪 知道就好 空调遥控器我没收了 大家以后就吹电扇好了 林妙可满意点了点头 但我觉得 光是不吹空调 我们根本感受不到父母的辛苦 毕竟父母可是风吹日晒啊 我有个更适合你睡觉的地方 你来 你干嘛 林妙可想挣脱 但我的力气很大 他一时间没办法甩开我的手 只能被迫对我拉到了阳台 我拉着林妙可的手就往阳台里走去 空调外机就装在阳台 我从他手里抢不遥控器打开空调 外机瞬间开始呼啦啦的往外吐着热风 你以后就睡这里吧 坐拥全景深窗 空间开阔 下热东冷 比邻厕所和洗手池 要急了走两步就能拉 晚上渴了就喝点自来水 想一线山景 做成功人事 你 欺负人 林妙可气的脸都鼓起来了 你不欺负人 让我们和你一起热着 来 给你搬个凳子 我走进去 拿了一张凳子出来放在阳台上接着说 来 你就坐着 枕头啥的就不要了吧 那都是消磨意志的脏东西 你刚好在这站下岗 要是有流星或者丧尸爆发了 记得通知我们哈 说完 我便关上了阳台门 眼不见为见 若云 你说他是不是这里有点问题 摄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略显担忧地说道 甭管 成功人事是这样的 我等凡人不懂 我爬上了自己的床 过了一会 开始出了满身汗 我抬头看向外科已经发黄的空调 手对着吹风口试探了下 出的风一点也不凉快 这开了跟没开似的 这空调 这都是哪年的老不懂吗 另一个舍友抱怨的 不急 我有办法 我烧家思索 便拨打了我们学院里院长的电话 对着那头说道 那个小李啊 我以个人名义 出资75万捐给我们学院 你给我们学院的宿舍空调 都换一换好吧 对对对 我若云啊 就是三班那个 你先把空调换了 我们都满意了 到时候我再捐一笔 对面院长都乐开花了 其他社友也震惊地看着我说道 我去 千金大小姐啊 低调低调 我谦虚道 将前转到了院长发布来的卡号里 瞬间我的丈夫又传来了几百笔转账 我们学院一共七十多个宿舍 六七百人 每人都想到了我的福 也让我直接收到了六七百万 幸福来得好突然 这下我真诚千金大小姐了 就在此时 阳台门被一把推开 林妙可流着汗 不怀好意地瞪了我一眼 没有说话 直接离开了宿舍 我们也懒得去理他 一人洗了个澡 都上床睡觉了 半夜 我被一声开门声吵醒 就见林妙可大摇大摆地走了回来 完全不顾及我们宿舍 其他五个人都在睡觉 用出超级大的动静来 我不满地说道 林妙可 你有病吧 大家都在睡觉呢 宿舍是你家呀 人来人往的 这点苦都吃不了 闲吵就出去租房子呗 你不是挺有钱的吗 林妙可白了我一眼 进了厕所洗澡 倒过半天 他终于消停了 回到自己的床上躺下 他的上铺子时下来上个厕所 已经很轻手轻脚了 但还是被刚躺下没多久的林妙可骂了一句 那么大动静干嘛 吵得别人睡不了觉 宿舍是你家呀 你 那个舍友被气得够呛 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 我强压着心中的火气 找个耳塞带上 现在我非常困 暂时不和他计较 在此沉沉地睡过去后 我是被热醒的 一起来 一巴掌把林妙可拍起来对线 他的手机忽然响了 宿舍很小 他的床位正对着我 我很轻易地就看见来电提示上的姓名 张斌教官张斌教官 不正是我们班另一教官吗 我看了看时间才五点半 军训起床的时间是六点 这个点教官打电话给他干什么 见他悠悠转醒 我赶紧躺下装睡 只听林妙可接起了电话 小声说道 干嘛这点打电话给我 什么 你在楼下 好吧我现在下来 他穿戴整齐 这回他就不敢发出大动静了 跟做贼似的出了门 有大新闻 我顿时没了睡意 也穿戴整齐 跟着林妙可下楼 来到一处隐蔽角落 张斌穿着教官服 站在路灯下朝他照着手 林妙可像个小兔子一样 动动跳跳地跑了过去 直接在张斌的脸上亲了一口 我下巴都要进到地上了 这才军训第二天啊 怎么就和教官勾搭上了 那张斌脸上全是麻子 又黑又矮 军训第一天就朝我们班里 女生开房枪 我对他印象极差 我们不是什么好学校 这些教官也不是那些正经军人 而是社会人士 这难道也是林妙可 没苦硬吃的一环吗 但我怎么感觉他超爱 不管怎么样 我先拿手机录下来了 这么早把我叫来有什么事吗 林妙可摇着张斌的手臂 闭脸羞涩道 这不是想来给你送早餐吗 张斌油腻地刮了一下 林妙可的名字 从怀里掏出咬了一半的肉包子 怎么就半个呀 林妙可不解地说道 因为我想和你共吃一个呀 哎呀你坏死了 林妙可敲打着张斌的胸 把一旁蹲着的我恶心的够呛 我跟你说 你今天必须得多多家恋 尤其是那个若云 他都针对我一天了 你知道吗 我一直以为他家里很有钱 没想到我问了学生会的同学 才知道他是农村户口 申请住学金没成功 你说他那些钱都是从哪来的 不知道 不过你放心 敢欺负我们宝宝 今天我必须让他好看 哎宝宝 你那个系统攒了多少钱啊 系统 张斌居然知道林妙可身上有系统 我去京会神的接着听 大概一百多万了吧 这该死的系统不让我提现 非说我的苦没有吃够 刚才我就吹了一颗空调 系统居然直接扣了我十万 我到底要吃到横远马月呀 累死我了 林妙可说着说着就哭了出来 好了宝宝 再忍一忍 咱们马上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就在这时 军训早上特有的起床铃响起 他们也朝我这边走来 我便赶紧一六年跑了 原来林妙可的系统 需要达到一定数额才能提现 不像我的随去随拿 我闲热 刚才便一直将帽子拿在手上 帽子就是军人的脑袋 你把你的脑子当阿基拿在手上吗 死话一出 一旁传来细血的笑声 我一看 是林妙可在旁边幸灾乐祸的看着我 真麻烦 我发了的白眼 这一举措也瞬间将张斌激怒了 这就是你军训的态度吗 连对教官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 当这里娱乐会锁吗 张斌骂道 会锁 好主意 我直接大摇大摆的 一屁股坐在操场旁的花坛上 冲了张斌喊道 那小张 你过来给我捶下腿 你他妈的说什么 张斌都被我说愣了 满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我 一旁的林妙可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拽 惊恶的指着我骂道 若云 你怎么能这样呢 在宿舍里欺负我欺负其他摄友也就算了 怎么还对教官出言不逊呢 你真是大不敬 赶紧给教官道歉 你也别闲着 去给我炒打菜 我没吃早饭呢 我白了他一眼 给他气得要死要活的 卧槽你妈的 真是给脸不要脸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张斌撸起袖子就往我这里走来 其实当下我是有点慌的 我真怕这个小疯疯真的给我两拳 就在这时 我看到院长和校长正朝这边走来 我灵机一动 应声而倒 装目作样的大喊一声 哎呀 教官我错了 别打我 这话一出 一旁的院长和校长瞬间吓得共呛 俩老头甩着大肚子跑过来 冲了一愣一愣的张斌骂道 你在干什么 作为教官 你还想打学生不成 我都没碰到他 张斌惊恶道 哎 不怪我 忘记戴军帽了 帽子是军人的头颅 我不该把帽子拿在手上 张教官打我也是应该的 我说着 还留下两滴眼泪来 我说了我没打你 你们给我作证啊 张斌气得都要跳脚 朝着周围的同学们喊道 但他昨天一天 把同学们折磨得够呛 一时间竟没人为他说话 你们这帮狗痒痒的 张斌立声骂道 你还说脏话 简直是给我们学校 给我们国家抹黑 你不用干了 收拾东西走吧 校长气得直接下了逐科令 那一刻 班里的同学都忍不住 小声欢呼起来 我坐在地上 得意洋洋的看着林了可 此时的他已经气疯了 咬着嘴唇一脸怨恨的看着我 正爱爽着 只见院长一脸谄媚的跟我说道 若云同学 请跟我来 我跟着校长和院长 来到学校后门 只见工人正从货车里 搬出一台又一台空调 已经根据您的要求 购置了多台空调 可都是好牌子 那之前您说还算话吗 院长嘻嘻笑道 我了然 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不错不错 很效率 我很满意 再捐五百万 哎哟 感谢啊 感谢 您可真是圣人在世啊 一旁的校长此时也绷不住了 点头哈腰地握着我的手感谢道 不用不用 都是为了咱们的学子 这样 咱们把那饭堂好好修一下 再把那些教室啥的也装上空调 学生学得也开心 我提议可以见了养生会所啥的 学累了 可以去做个放松身心 什么 会所不行吗 那蛮可惜的 哦我拍着两位领导的手 语重心长地说道 好好干 只要让我们的同学们 吃好穿好用好 该有的一分都不会少 好嘞好嘞 多大小姐有事您发话 您可真是我们学校的贵人啊 我给您开个表彰大会 要不给您立个杯 免了免了 我还得回去军训呢 我不想太招要知道吧 我露出一个了然的微笑 两位领导会一点盲硬鹤 点头哈腰地露送我回去 就在此时 我碰上了林妙可 只见她一脸忧怨 上下打量着我阴阳怪气地说道 我说道 原来你的钱是这样来的 你什么意思 我皱着眉头盯着林妙可 不知道她又想耍什么花招 没什么意思 你做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 林妙可冷哼一声 转身想走 我那个 我一下子就窜上来了 上前想去拉住她 让她好好解释解释 突然 一旁走过来一个陌生学长 对着我问道 你好 请问你是入云吗 哦 我是 有什么事吗 见有人找我 我便只得暂时停下步子 哦是这样的 开学前申请了助学金 但由于你的资料不全 你弄了就给别人了 现在那位同学退学了 你这边的话可以补足材料继续申请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不过我相信有人比我更需要这个机会 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吧 我潇洒转身 只留下一个背影 就听见背后学长朝我夸道 祸 大气呀 回到方队后 教官换了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校长有一沟通过 这个教官的训练机器放水 动不动就让我们去阴凉地休息 全班同学都很开心 除了林妙可 因为这样耽误她挣钱了 很愉快地结束了一天的军训 我正打算去吃饭 忽然发现 我所到之处 都有不少人停下来看着我 并对我指指点点 是他吗 就那个若云 好像是他 就是他偷偷远交赚钱哦 不仅和校内学长 还和学校领导有染呢 不是吧 我看他长得老实的 没想到是这种人 几句话清楚地传进了我的耳朵 我顿时爆哨如雷 冲上去对着那些人说道 你们刚才说我什么 那帮人显然没想到 我居然听见了 吓了一跳 赶忙找不到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也是听说 听谁说的 我强忍着火气问道 学校贴吧里找的 好几个新生群都传开了 给你看 那帮人将手机放在眼前给我看 指尖上面赫然几个大字 惊 千金大小节 竟是未申请成功的贫困补助生 出手豪辑竟是靠原交致富 学长 领导均不放过 接着是几张配图 我与两位领导握手 还有我和今天那位学长独处的照片 在这个角度下 确实看起来有些暧昧 笑着说 若云你回来了 呵 怎么突然对我这么温柔 不会是心里有鬼吧 我没好气地说道 怎么会呢 只说仔细想了一下 这几天我确实做错了 不应该把我的想法强加在你们身上 我想和你道歉 说完 林妙可向我伸出了她的手 我一愣 竟下意识地握了上去 就在指尖触碰到的那一刹那 一道声音在我心中响起 今晚就把你骗去酒吧 让那几个有艾滋病的小疯疯抢了你 之后我再把你干的脏事报出去 这下看你怎么活 我让你吃的苦也算是我的苦 这下应该给我提现了吧 我的大脑像是被扔了炸弹一样 这难道是林妙可的心生吗 我想到她不安好心 但没想到她能坏到这个地步 上辈子最多就是造谣我 这辈子居然直接想毁了我 怎么了若云 身体不舒服吗 林妙可对我露出了关心的表情 让我感到无比的恶心 但我并没有显露出来 而是做出一副欣喜的模样 不 我只是很意外 其实我也一直想和你交好 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 那我们就是和好了 我太开心了 为了感谢你 今晚我带你出去玩怎么样 好啊 去哪玩 就在我们学校附近那个深南酒吧 你放心 是青霸来着 很安全的 你先收拾一下 晚点我叫你出来 我笑着目送林妙可出门 瞬间我的脸色垮了下来 事已至此 我必须先下手为强了 趁天色还早 我立即换上便服出校门 打车前往林妙可所说的深南酒吧 司机见我抱的位置 狐疑地看了看我 还是什么都没说 下车后 我算是知道为什么司机会这样看我了 因为这个酒吧 根本就不是林妙可所说的轻把 他坐落在一道弯弯绕绕的巷子里 敬爆的音乐从里面响起 街上还随处可以见到 衣着暴露的女人站在哪里 见到我一个学生来 许多人分分头来鄙夷的眼光 我没有理会 那间酒吧前有一张台球桌 几个小混混正在那里打球 其中一人正是张斌 果然 脱了交官服 他也是那人一个 我在旁边蹲守灵会 只见张斌跟几人打声招呼 就接了电话走了 我抓紧机会走上前去 他要我们干的那个 不会就是你吧 说完 那个小混混音鞋的笑着 伸出手想碰我的脸 我不着痕迹的躲开 对着几人说道 打开你们的收款码 什么意思 几人疑惑 但还是打开了收款码 我一人倒了两万块钱过去 这件事是犯法的 你们可别吃力不讨好 今晚我会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过来 你们只需要保证我的安全 然后抱揍他们一顿就行了 事成之后 不会亏待你的 小混混们一见到这么多钱 眼睛都直了 也都换上一副 鳄鱼凤城的脸孔 好生好气的将我送走了 我赶忙坐车回到学校 刚一进下门 就收到了林妙可的雷信 走吧若云 我在后门等你 我坐上了若云的车 再次回到这条小巷子 为了装得像一点 我还故作害怕地问道 妙可 这条巷子怎么阴森森的 这里的人怎么流里流气的 哎呀放心吧 有我在呢 很安全的 林妙可拍拍我的肩膀 让我放宽心 很快 车子就到了那家深蓝酒吧 妙可 要不我们还是走吧 我继续装 扯了扯他的衣服 就想要走 哎呀来都来了 今天我请客 你必须得玩得尽兴 林妙可将我拉了进去 刚一进门 锅造的重金属了 就快要震碎我的耳膜 空气中弥漫着烟味 酒味和汗抽味的结合 让人忍不住捏紧鼻子 我们来了 林妙可朝酒吧里面的卡座 招了招手 便强行拉着我过去 一到面前 我就发现 除了那三个小混混 张斌也在其中 怎么是他呀 我皱着眉头 装作害怕的样子 小声对林妙可说道 哎呀放心吧 都是好朋友 张教官也想和你道歉呢 对不张教官 是啊若云 这件事确实是我错了 你看我连工作都没了 也算是受到惩罚了 给个面子碰一个 说完 张斌拿起了桌上的酒 示意我碰杯 我看向一旁的小混混 只见他们拾了个脸眼色 其中一人便站起来 装如作样的海的服务员 实际挡住了我和张斌之间的视线 我抓住机会 迅速的倒掉酒 然后装作喝下肚的模样 好 好爽 不愧是女中豪杰 快坐下吃点东西吧 说完 我便入座 期间 那几个小混混 一直朝张斌和林妙可劝酒 如果要我喝的情况下 就一定会有人掩护我倒掉 几大啤酒下去 张斌和林妙可两人脸都红扑扑了 我还等到没试人一样 好酒量啊若云 再来 林妙可又拿了一杯酒朝我进来 但还没碰上呢 他就一头再倒在桌上 妙可 妙可 我推了推他的肩膀 见人不动弹 便小声地朝一旁的小混混说道 把我把张斌制开 小混混比了个 过去搂着张斌说道 走 咱们去叙叙 叙你妈 俩大男人还一起上厕所呀 张斌虽然嘴上骂道 但还是摇摇晃晃的 跟小混混走去了厕所 我趁机用林妙可的指纹 解开了他的手机 翻到了聊天记录 他和张斌的聊天内容 可以用路骨二字来形容 其中不乏对我的通缉 林妙可 那个叫若云的 肯定是给学校领导 还有那些学生去卖了 不然哪来那么多钱 我拍了几张照片 这样看起来 是不是还挺暧昧的 我等会就发到学校贴吧里 狠狠地造调他 看他还敢不敢那么挑 张斌 要我说啊 干脆来着大的 我认识几个哥们 他们都有艾滋病 你今晚把他给约出来 咱们把他灌醉 给那几个哥们送过去 再拍视频发过去 这样不仅能说他自己乱搞 还染上病 怎么样 够不够解气 林妙可 啊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张斌 有什么不好的 到时候一口咬死 是他自己勾引别人就行了 就明白 把他约出来 林妙可 好 就听老公的 还是老公有法子 我冷笑一声 将这些聊天记录拍照保存 林妙可呀林妙可 你还真是个毒妇啊 只可惜 这场游戏是我略胜一筹 那小混混回来了 只不过是 卡了张斌回来的 张斌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 接下来知道怎么做吧 优着点 给点教训就行 剩下我自有办法 说完 我朝几人扔下 我事先取好的几多现金 扔给他们 把他们眼睛都看直了 哈达子直流 谢谢姐 您慢走啊 我也懒得等他们了 直接打车离开这个鬼地方 就在我刚上车的那一刻 我的心声又响起来了 这次我好像直接连接了 林妙可的听感 真真切切地听到了 林妙可所处地方发生了声响 啊 啊 你们打我干什么 我不是给你们钱了吗 钱 说好给五千 就付个五百块钱 连饭钱都没给 就像让我们干犯法的事 看我不打死你们 啊 疼 你们别打了 张宾救我呀 卧槽 我自身难保啊 啊 你们这帮王八毒子 那个娘们呢 你们懂管人家 你们管管自己吧 紧接着又是一阵全打脚踢 给我听爽了 在车后座上哼着小曲吹着风 好不快活 很快 这顿报答结束了 就听见林妙可呜呜的在哭 都怪你想的鬼主意 疼死我了 你还好意思说 是不是你把计划暴露了 刚才臭娘们提前做好计划了 你还怪上我了 不是你这个狗脑子想出来的点子 我们会变成这样吗 等等你要干嘛 放开我 你那个系统攒了多少钱啊 可以提现没 我现在很需要钱 我欠了很多债 还差得远呢 所以你接近我就是为了我的钱 我告诉你 我一分都不会给你的 你个臭婊子轮不到你做主 你给也得给 不给也得给 你不是要受苦吗 刚好我也有艾滋病 只要我传染给你 就够你受苦的了 什么 你也有艾滋病 不要 你放开我 不要 求你了啊 心声突然中断 车也开到学校门口了 看来林妙可今晚不会太好受 可是 这些都是他就游字曲不是吗 我去 这叫林妙可的也太坏了吧 他们得别人好就造谣别人 我和他一个班的 你们都不知道他有多装 军训的时候非说要我们磨练一下意志力 主动提出不让我们休息 被教官居然也同意了 没想到他们居然是一对 我就说若云不是这种人吧 他人可好了 有钱又善解人意 我将林妙可手机上拍下来的聊天记录 和他那段树林优会的视频 发上了学校T8 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 所有学生群都传遍了 校长也知道了 自己也成了造谣的对象 他愤怒地拍着桌子大喊道 这叫林妙可的同学也太坏了 居然能说出如此无耻下流的话 我必须要当着全校的面通报批评他 多把他叫回来 不然别想在这个学校读书了 我本以为林妙可不会回来 但我却在军训结束的大会上见到了他 那天的温度达到了恐怖的四十多 万里无云 毒辣的太阳直直地往下晒 林妙可当着学校中人的面 站在主席台上 接受着学校领导对他的通报批评 林妙可同学不遵守校规校计 与教官有超越师生的情谊 并且因一己私欲造谣涉友 品行不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不良后果 特此通报批评 林妙可同学也可知道自己的错误 校长将话筒递给了林妙可 但他却不接 像个稻草人一样站在原地 他的脸已经红得发紫 汗水如雨般落下 整个人也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 林妙可同学 林妙可 你到底有没有尊重我们全校师生 校长怒骂道 突然 我又听见了他的心声 快了 系统跟我说快了 很快我就能把账户里的五百多万提出来了 在吃这最后一道苦我就解脱了 到时候我直接整文容 换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小城市生活 再忍忍 忍忍忍 忽然 林妙可全身出现大幅度颤抖 整个人静止止地倒在了地上 没了动静 顿时 全场哗然 校长吓得愣在原地 整个学校都乱成一锅中 就在此时 我又听到了一声系统声 没苦应吃系统宿主林妙可 因突发热射并死亡 其丈夫名下余额将转至林的账户中 助林过得愉快 后来 我听说张兵由于被追债的围堵 为了逃命 一个不小心从八楼跳了下去 当场毕命 我又听到铃声系统声 这才发现 原来张兵也是重生的 上一辈子他和林妙可谈恋爱后 被他无情地甩掉 同时向他的债主透露了他的位置 导致他也像这辈子一样被堵到生死之路 临死前 他突然听到了林妙可的心声 这才知道他有没苦应吃系统 同时 他也绑定了墙取豪肚系统 只要帮助林妙可达到可提现的程度 就可以将他的余额抢到自己零下 所以 这辈子他才会主动接近林妙可 并在当晚就确定了关系 只可惜 他们两人都没料到我这个变数 现在想想 估计我的重生就是专门为了来惩罚他们 只能说 己所不欲勿失于人 要吃苦自己吃 我可不吃 就这样 我度过了愉快运富裕的一生